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会改成两周一次 因为在整个制作的经费上面 相对之下是比较吃紧 所以我们必须考量到大家工作的心态 以及这个节目的品质 所以我们会改成两周一次 也请大家能够持续的按时收看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也关心非常多的人权议题 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 会乐于讨论 但是可能忽略了这个讨论背后 会对这个社会 或是对某些当事人造成的某种伤害 大家还记得在一两年前发生的 这个淡水的妈妈嘴咖啡馆的这个事件 那当时在这个事件当中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新闻的报道 引发了一些批评 甚至有些报道充满了非常多的这种揣测 甚至已经到了媒体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那其中一位当事人吕炳红 其实他到今天仍然受到这个事件的这个影响 因为媒体的报道 或者是在整个讯息的揭露上面 不断的指向他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犯罪的这个当事人之一 所以让大家对他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 其实也不只有吕炳红 包括也是在一两年前发生的这个所谓的共谍案 郭梅兰一个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也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所以在前几天这个施改会也召开了一个会议 开了一个记者会要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施改会的副执行长 陈宇凡的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于凡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特别先告诉我们 让你们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当事人 包括吕炳红 郭梅兰这样一个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们怎么说他们在最近这几年的 这种所谓的心路历程跟遭遇 我先讲郭梅兰 因为吕炳红的案件可能知道的人更多 就是郭梅兰女士大概是在 他的案件是在2014年 二月间 就是他就突然有一天调查局 因为他就是一直是记者 然后就有一天那个调查局 就去他家清晨大概七点多的时候 就去他家要搜索 然后他自己其实心里当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这样搜索 然后之后就说要带他回调查站调查 因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案件 要带回去调查局做讯问 然后因为他隔天要回学校领证书 所以他就说那他要打个电话跟他教授请假 那时候调查局的人就跟他说 你什么都不能说 因为你这个是侦查不公开 你绝对不能泄露说你现在 跟国家安全被调查这些事情 调查局的人跟当事人说 对你在打他因为他要打电话 给他的教授请假 因为他隔天要去 然后因为他后来他还这样叮咛 然后就说好好好 就他还跟他就跟他教授请假之后 就到调查站 进调查站之后 他手机什么都被搜走 所以他跟外界就处于一个 完全没有办法联系的状态 后来他离开之后 出来调查站之后 他才知道说 其实他进去不久 整个媒体晚报 就都开始铺天盖地的 在报道说 郭梅兰涉嫌共谍 他就是涉犯共谍 然后开始报道这个案件相关的细节 然后他后来出调查站的时候 媒体就一涌而上拍他 但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原来外界已经这样子 对 那他大概在接受征讯过程中 他大概知道说 有人举报啊 然后他要厘清一些事情 可是对他来说 这当然是就非常莫名其妙的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什么事情有犯法 那后来其实我们观察 就我现在因为 我们在处理这样的案件 我就再回去看当时 就是媒体在报道 郭梅兰的案件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比较违反我们 其实是很 我们以现在 我们以后来 侦查不公开的标准来检视 他是有一些 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规定 例如说他把一些 侦查的作为都报道出来 例如媒体去引用说 这个举发人 郭梅兰有传简讯给 因为这个案情大概就是说 郭梅兰去问那个调查局的站长说 你要不要给我一些情报啊 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还 就是有刊出 他传讯简讯给人家的内容 可是像这样的讯息 我们就会非常的 怀疑说 怎么会媒体有 很有可能是 侦查过程当中 知道这些侦查作为的公务人员 他们才会握有的讯息 怎么会就这样揭露出来 像这个其实都应该在深入调查 去怀疑可能就是在侦查过 这个所谓侦查人员 或是相关的公务人员 他所揭露出来 因为媒体他在报道的时候 他就引述说 检调表示 办案人员发现 然后 那会不会是媒体自己的传选 这也有可能 事实上时间是有相符的吗 这有可能 所以我们才认为像这样的案件 呃如果一旦 引发侦查不公开的 呃疑问的时候 警方 检方都应该要主动分案调查 我举那个土豪哥在一个智林饭店 发生了个案件为例 其实台北地检署有分案调查 信义分局有没有泄密 因为有媒体他报导出警讯的内容 就紧他那个笔录的内容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分案调查 可是我们后来也得知就是说 没有办法厘清到底在哪个环节泄密 因为经手的人太多 可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回应啊 因为你你说你查不出来 那你的这个侦查公开的害是 苦果是我们这个当事人在承受 而且已经整个舆论都已经公审 舆论公审最最 我们最担忧的是他会去带风向 他会其实会去侵蚀无罪推定原则 然后最后就会公平审判 也照到也照到挑战 对 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 自己要调查自己很困难 这也不是第一次 就是在这个318事件的时候 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打人的警察 到底是谁也是找了半天找不出来 那另外一个案子是这个吕炳宏 吕炳宏其实我们大家都不要知道 这个案子最后的这个判决的结果 他是无罪的嘛 不起诉 对他是不起诉 那可是不起诉不是已经还他的清白了吗 他现在还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访吕炳宏过程当中 他就说他现在在路上还会有人说 那不是台人那个吕炳宏 这样这么直接 对就是说你不是犯杀人案 你怎么还在外面走这样 然后他就是其实你那个污名跟标签上去 你媒体不可能也用同样的篇幅来说 吕炳宏不起诉 如果有的话或许稍有可能 其实我后来我们记者会开完 我Google郭梅兰的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上面前几则都是 乌龙共谍案 就会有一个乌龙 因为我们的新闻出来 那在这之前只要郭梅兰打进去都是 共谍共谍共谍 对就是这个 侵害名誉的这个事情 一旦发生 很难以复原 那像郭梅兰后来他找工作都不顺利 即便已经不起诉 然后媒体也不敢用他 那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时候 他的主管说那你改个名字 就是你换个名字叫郭小兰 然后才愿意用他 然后他也很难过 他说姓名是父母给我的 我没有做错事 可是我他完全生活就有困难 然后后来其实他那时候失业的一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妈妈在接级他 他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非常痛苦也很难过 那他妈妈为了这个事情很操缓 就是也都就还有一些焦虑症 就是一些生病的状况 就是这也是他跟我们说的 那吕炳红其实刚刚讲说他在路上是被指责 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媒体在报道上面 你刚刚提到说并不会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说 吕炳红他是不起诉的 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恐怕不止是出现在媒体的身上 就是当检警调或是在这个检察官在做所谓的 这个最后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宣判的时候 或所谓的公告的时候 是不是也没有用同样的篇幅或是用同样的方法 来告诉社会大众 其实这样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无辜的状态呢 讲到这个吕炳红这个案子我再讲一下 就是吕炳红后来被就是在侦办的 就是检警因为共犯说吕炳红有涉案 就去找就是这等于是具体他到案说明 所以他说他隔天上靠的那个影像就完全都出去 其实这也是有问题 你不能因为我们的侦察不公开 你不能让嫌疑犯商号这些泄漏出来 但是这个也都也都全都大公开 然后他检察官申请积押 那法院裁定是交保 因为其实查无事证 查无他有涉案的事证就交保 那这样之后那个检察官 他还出来开记者会说 我对不起那个死者的 我对不起死者 就是你 检察官开记者会说 对对对对这个是吕炳红亲对自己跟我们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仿佛是他就认定吕炳红已经有罪 就是我们会事后 而且其实吕炳红这件事情也我们也没有看到检警真的很认真在查办当时有没有公务人员邂逸的问题 但是这个案件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大家从头看到整个大公开的过程然后到结束 然后看到这个人因为这样而其实还在受害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对 所以检警的本身刚刚谈到那个检察官嘛 他事实上都在当时是因为查无事证 可是他可能还以为或他可能会假设吕炳红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共犯 我觉得就是检警当然他们很他们很认真的想要 他们很认真的想要侦办案件的那个那个英雄心态 就是会导致于在很多过程当中我们去去做不适当的这个判断或作为 像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检警在办案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泄露一些讯息给媒体 那为什么因为他要知道风向 那他会塑造一个就是说他是对的 那这个这舆论的这个风声一旦出来之后 即便你会看之后如果说这些重大瞩目的案件 假设法官最后判决无罪 舆论还会过来批评法官说你这个恐龙 可是其实你往前端看到底在整个侦查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举证责任有没有够 那为什么会被判无罪 已经不会有人好好来检视这些 因为你在前面大家的印象 大家的这个已经都被带 就是已经被记定了之后 我们反而会过来回头帮检察官警察说话 但是在最一开始他们其实是他们会是这样操作 这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侦查不公开他最主要的这个规范的对象 并不是媒体而是在所谓的检警这个部分嘛 可是媒体常常会变成是社会里面的批评的焦点 特别是当有这一种所谓的侦查公开的这件事情产生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来说啊媒体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报道 或者是你这样的报道在当时的会会造成什么什么影响 可是某个角度来讲媒体其实也很无辜啊 因为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就是把这个讯息来告诉大家 那如果你要去锁住这个嘴 应该是锁的是检警的嘴 为什么是媒体呢 跟媒体有什么关系呢 对所以其实老师说的没错 我们这一次要做侦查不公开 我们希望能够不管是从教育规范或是事后的究责 我们的对象就是你因为侦查作为职务上 知道这些资讯的公务人员 我们其实我们这一个范畴并不是针对媒体 但是我们但是侦查不公开 他会握有资讯的人就是检警调 就是这些人 那至于媒体的这个部分 至于媒体的这一块要怎么处理 因为媒体他的消息来源可能不会只有检警调 你看如果说一个社会主目案件 他去拿个策略的影像或是哪边的影像 他可以他也会取得 但是他至于他握有这个讯息之后 他要揭露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揭露会不会对于案件的关系人受到伤害 我想这个可能要回到 回归到媒体自己本身的伦理的规范跟自律 来去形成 其实在斯改国事会议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有一种说法说要来设一个 妨碍司法公正罪 对于媒体不当的报道或误导 可能要给一些处罚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尤其涉及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时候 这条线其实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那我觉得那个标准的行程 是需要很多方的讨论 因为在不同的角度 其实有很多弊案是媒体揭露的 他们有责任要去揭露社会上的不当 或是不对的地方 所以那个线其实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议题 有一部分你刚刚谈到 媒体他某种程度上面 他是要去监督有权力的人 那虽然我们讲到所谓的司法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可是他还是一个有权力的一个机制 那如果去做某种的限制的话 那媒体有没有办法去做好的监督呢 那特别是当我们谈到所谓的恐龙法官这个概念 或是甚至你刚刚也提到说 在这个侦办的过程当中 在过去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施行的例子产生 或是一些威胁利用的方式去逼迫别人招供 甚至做了非常多的冤案跟假案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媒体的监督 那但是你把这个都完全的锁住 或者是说不让他去发言 那会不会造成这个报道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说会不会是变成减紧掉 他去规逼社会监督的一种所谓的借口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来来谈这个话题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元载报新闻 第15届台湾同志大游行 今天下午热闹登场了 吸引上万民众参与 20多国的同志团体声援 更有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 及婚姻平权大平台等民间团体 快闪教育部和立法院 挂起婚姻要平权教育要多元小纸条 呼吁社会共同正视性贫教育的倒退 与婚姻平权立法的拖延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由行主题为色色性贫打开开 多元教育跟上来 呼吁性别教育应看见 作为生命基本需求的各种欲望 进而尊重差异 减少因性别而生的歧视 霸凌与侵害 行政院长赖清德也作出回应 承诺将积极拟定一个版本 送到立法院审议 2013年全国官场工人连线 自救会在台北车站卧轨抗议 虽然在2015年获判不起诉 但交通部已违反铁路法 在今年9月寄出裁罚书 内容是对于2013年 全国官场工人连线 在台北车站卧轨抗议的行为 以违反铁路法裁罚新台币6000元 有10位代表一共被罚6万元 官场工人连线认为 这根本是政府在打压劳工 26日上午20多名代表 重返当年抗争的台北车站 第三月台 随后前往交通部抗议 宣告将重启抗争 工人代表痛批 2013年误会抗争还是马政府时代 当时在野的蔡英文 曾经在脸书声援 写到失业者无助躺在铁轨上 政府应该还给劳工尊严 没想到现在蔡政府却向劳工讨债 台铁一度担心场面失序 至少动员300名紧力维护秩序 交通部表示 一切财阀都是依法有据 没有针对性 缠送超过10年的RCA工商求偿案 台北地院一审判决 赔偿445名员工及家属约5.6亿 经历一审判决后两年半的漫长等待 台湾高等法院上周二审宣判加重赔偿 RCA奇艺唐姆生等公司 应赔486名员工及家属约7.1亿 全案还可上诉 公共协会成员希望被告不要再上诉 但如果公司执意打官司 他们也会奉陪到底 前行政院长林全拍板 让补工着实的业务回归农委会 但现任院长赖清德日前 说出这样的政策不进周年引发反弹 消防员工作成立促进会 24日到行政院前抗议 以行动剧呈现消防员捕风捉舌的困境 要对赖清德表达抗议 原因就在于日前赖清德说出 前行政院长林全拍板政策 补禁周年 消防员痛批赖清德的言论 是想便宜行事将赔上社会安全 促进会提出统计资料 过去十年间因为捕风捉舌造成 三人死亡12人受伤 要求行政院落实让消防员回归救灾的本业 面对炮火 赖清德则回应 并没有对消防员不敬 只是农委会没有能力去执行 这样的机动性任务 他更说到国军对救灾 也从来没有推辞 并表示会在一周内 研拟方式来处理 参赖时光会客室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 在刚刚的大院宅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讨论过好几次的 这个消防员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赖清德院长 其实前一阵子说了一些 大家我觉得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话 当然从一般的民众 或是从政府的角度也许 确定是对的 就是他提到说消防员去捕风捉舌 其实是一种积功德 那如果被媒体报道 大家还会很开心 那坦白说这样一种说法 是有点不太了解 这个消防员的实际的 这种工作的状况 那是蛮建议这个院长 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很多的报道都做了 因为消防员本身 这并不是消防员的主要业务 而且他们在过去的 这个相关的训练当中 也没有捕风捉舌 这一种所谓的工作 再加上现在的人力 消防员的人力非常不足 包括我们讨论过的新屋大火的问题 都让这个消防员是疲于奔命 那我想院长必须要去了解 这个实际的工作的状况 到底这个责任归属 是该属于谁 该补充人力 就应该要补充人力 该去征聘这个消防员 提高他们的这个劳动条件 跟待遇就应该去做 而不是只有谈到这个积功德这一种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抽象的这种语言 好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 从这个妈妈嘴这个事件来谈 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在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斯凯慧的副执行长陈宇凡 宇凡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其实这个主题就是侦查不公开 我记得我在十多年前 还是在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服务的时候 就跟斯凯慧 我们就曾经做过一些讨论 那当时其实也提出说 我们要来做一些相关的推动的这些做法 不过说实在 这十多年过去的 这个议题还是被重复提起 很显然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为什么从你们的这个角度来讲 为什么这十多年来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过去也许这些检警人员 并不清楚 所谓侦查不公开 可是最近这几年 我相信也有做过一些相关的 这种所谓内部的训练跟讨论 或者是也有做过一些 在媒体上面也曾经 也有做过这样的讨论 那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一样存在 其实这个事情 可以从几个面向来思考 就是斯凯慧在09年的时候 就的确如老师所说 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看新闻 然后发现说有违反 侦查不公开的影像 我们就后来最后就收集 录制成光碟 提给警证署法务部 但是后来其实就我们了解 他们回函就说有一些当中 可能调查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对我们来说 后续是有点不了了之 所以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检警做了违反 侦查不公开规定的事情 没有追究责任的时候 那我一定会觉得我违反没有关系 而且反而因为检警不要向来 必须跟媒体有一个好的互动 那因为媒体会帮他们宣传他们的 他们的功劳 他们的办案的 过去还有检察官带着媒体去办案 对就是其实一方面媒体 如果他们跟媒体相处的好 然后其实媒体也需要独家 媒体也需要能够报道 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共生的关系 那如果说 其实我们也有发现说 当重大的案件一旦检警那边 没有办法透露消息的时候 其实媒体他们会施压 会共同的来施压 说我们需要知道更多 所以警察当然检警掉这些 握游检查资讯的这些公务人员 他们会受到压力 但是问题还是在于 你一旦违反检查不公开 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你马上伤害到 当事人关系人的命运这些权利 再来你就反而会让 有时候让案件的真相 没有办法往下调查 因为都揭露了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会去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涉及公平审判的问题 你要知道你违反规定 有这么大的后果的话 你为什么还去做 最重要我觉得回过头来说 还是我们没有落 我们没有去追究 这些相关人的责任 因为你包含说如果真的 你去泄露了这个 侦查中的机密的话 你有刑事上 限定罪的问题 行政惩处的问题 然后我们受害的民众 还可以提国家赔偿 不过就我们所查的案例 国家赔偿案例是非常少 第一个你要举证是很困难 再来这些受伤的民众 这些受害者 因为大公开的受害者 最希望生活回到瓶颈 我不想再出来谈这件事了 所以要他们再鼓起勇气 来打官司 然后最后可能还有败诉的风险 也是很困难 所以能够查得到的这些 去究责的这个案例是少的 那其实那你整个看下来 就我会我自己就解读 做这件事情是力大于弊 我一方面我的心 我的办案上新闻 我的长官很高兴 其实你对基层原庭来说 他们办案很辛苦 他们案件上新闻 对他们来说也没有比较 绩效也没有比较好 但是长官会很好 因为我这个分局 我这个辖区派出所 我做的大事 就是像这样子的心态 就会 他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后官嘛 对 那就是力大于弊嘛 我不会被追究者 那而且我还有很多好处 那我也可以跟记者有好关系 所以以至于让这件事情 让侦查不公开 你看这几年又发生了 像从09年到现在发生 多少重大的刑事案件 最近还有良性女模特的案件 然后土豪哥那个案件 其实北检也有分案侦办 看是否有侦查限定 就是他们其实也分案在侦办 所以其实一直不断 就像老师在说 怎么还一直不断的有侦查大公开 所以显然是之前的做法没有效果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我想检警也在看媒体的报导 那媒体的报导跟事实是不是真的 其实他应该是比所有人最清楚 但是似乎是很少看到检警会出来否认说 你这个报导是错误 你这个报导有问题 为什么 老师有讲到这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其实我们在看那个四改国事会议 他们有建议说 其实那个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 就是我们的法规也要求就是 检警如果看到不实报导 你要主动澄清 可是很少 如同我自己 我猜想应该还是跟之前 他们宁愿看到舆论的风向 是对自己办案有利 他们当然不会主动跳出来说 如果加以澄清 会不会反而让民众觉得我检警办案不利 或是我方向错误 是不是有这样的后果 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承担的 所以你要看主动澄清的很少 所以像之前 良心女模特儿的事件 有的媒体去报导说 就是有写了很多故事性的 例如说他还有一本死亡笔记本 可是其实在最后一次 他确定不起诉出来 然后那个检察官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媒体说 那本死亡笔记本 然后检察官才说 他也是被动被问到 他才说 我们没有查到这个东西 但是你怎么不在第一时间就出来说 不要再这样加油天处报导 其实 这有 这个 其实是有很多细腻的做法 其实是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所以这边其实 刚刚讨论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在于说 这个 这个 检察官才虽然有这个 陈储的这个机制 但事实上这个 这个陈储的效力是有限的 那第二个其实会考虑到 所谓的检警跟 媒体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媒体的报导 对检警本身 他可能是有利的 那所以 当然他会去冒了某种的风险嘛 这个风险 当然这风险可能是很低的 因为他也不会被处罚 所以他 他对他来讲 他可以去曝光 又可以维系到某种的关系 可是归根究体 从这个讲的面向来讲 媒体我们待会再继续的谈 可是归根究体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应该有一套机制是 例如说他可能是个第三方 而当民众这个申诉 或者是警方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所谓可能类似像这个 廉政的概念 或是纪律的概念 然后去做主动的调查 有可能用这种方法去解决 这个所谓的泄密的这个问题 其实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其实民众随时都可以检举 就是他们一定都会有阵风 或是首长的 局长的信 像什么 那个是可以处理 就是受理的 但是有一个 比较困难的事 我觉得基层的园警调查局 他们在面对个案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时候 不太清楚 原来自己这样做 已经违反了政查 那他们不知道 对不太不太 不太知道 有时候踩在那个边缘 有时候 有些就很清楚嘛 例如说你侦查笔录 你整个都被 就拿去泄漏 那当然不行 但是有时候 他是放在桌上风一吹 不小心记者怎么不太难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曾经有那个记者 是可以自由出入 警察局 跟检查署的那个年代 当然现在他们 渐渐的已经在管制了 但是 我觉得标准 尤其是越来越清楚 跟具体的标准 要在个案当中形成 这个个案 其实我们就会希望说 在教育的过程 养成的过程当中 检警调都必须要去做成案例 就要去教育他们说 这样子其实就很清楚的违反 因为你要 其实那个 侦查作业的办法 其实有规定说 你不可以泄漏被告他坦诚 或是没有坦诚 可是你看像曾文青 就是台南那个案件 他记者还能够去报告 曾文青说 杀一两个人也没关系 像这种怎么会去泄漏出来 那就是很多很多案例 就是其实你会看到 其实就我们看作业办法 很规定具体说不行的 那就不行 可是有一些是模糊的 例如说有些 例如你在逮捕现行判 现犯跑了 那你要赶快跟大家说 他的样貌 因为他有可能在危害大众 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 你就必须要公开 可是在这个当中 还有很多模糊的界限 那我觉得在养成 在教育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告知 去让大家清楚说 我不要去违反这个规定 这也是重要的 可是会不会这个 就像你刚刚讲 会不会其实这件事情 本身在判断上面 它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觉得如果是困难的话 那应该要更谨慎 因为你要知道 你一旦做了之后 你的危害是这么的大 那必须要更谨慎的去处理 而不是那就没关系 那我反而是公开 当然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检警的角度来看 那对我回到媒体的角度来看 媒体作为一种所谓的监督 有权力的这个角色 那他当然一定会想尽各种不同的办法 来去把这个资讯揭露出来 因为为什么就是 一部分当我们考虑到可能是 这些人的名誉可能会受到损害 那这是一种 不特别是所谓的小人物 可是如果在侦办的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案件 或者是说有时候会不会警方吃案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去限制媒体的报导 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变相的保护 这个所谓的检警 而这个保护其实在巩固某种既有的 这样一个权力的位置 它也对民主政治 也可能是一种所谓的负面的作用 跟影响不是吗 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侦查不公开 或在报导的份级上面 是不是应该有所差别呢 或者是有些东西 它是必须主动跟社会大众去做说明的呢 对所以其实在那个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 还有两大 一个是说官权绝对不能公开 另外一种是得适度公开的 也就是说在考量了公共利益啊 这些安全这些比较重大的这些考量 你认为应该适度揭露的话 那应该要公开 就如同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说例如通缉犯啊 这些会或是说很 市政就已经很明确的 你在一个 在一个公共考量的 公共利益的考量下 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可以公开的 就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个规范的 规范上的不同 绝对不能公开 可能可以适度公开的 那可以适度公开的是什么 不过我要再回来说 这些的规范对象都是公务员 而不是媒体 对 就是我们目前刚才所谈到的 侦查不公开的对象 都还是回归到说 你因为侦查这个作为 你职务上去触碰到 这些讯息的公务人员 至于媒体的话 媒体它有讯息的管道太多了 它除了检警调 它可能会问当事人 可能会有爆料者 就是爆料专线 它会有很多搜集资讯的来源 媒体它不是侦查不公开 规范的对象 但是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媒体它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域 它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记者也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那会需要有专业上的伦理规范 跟一个很重要的自律 因为就像律师也是 我们如果违反正常不公开 我们也受律师伦理规范的要求 然后以及说 其他可能背负的刑事责任 那我会觉得媒体必须要去 形成一块自律的这个规范 那最后我还是要回到说 我觉得阅听者民众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要知道犯罪相关的讯息 我们要知道很多不法 或是危害这个社会正义等等的讯息 但是他们这些故事背后的那些八卦 其实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知道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不要收听收看的 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 政查不公开这个议题 它其实是可以有更大的层面去讨论 那其实跟我们每一个 其实面向很广 而且跟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可以有关系 而且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最后一个就是 其实现在的网路 现在的收听这些讯息的管道 已经太多了 但是政查不公开这个 是一个很古老的规范 你怎么去适应 你怎么去重构 所谓的政查不公开 你在面对这个讯息爆炸 或是说各种讯息的平台 然后电子 网路这些的时候 你政查不公开 他要怎么去跟民众 我觉得还是要从法治教育 就是还还是有一大块 要做好法治教育 就是你出来澄清以外 其实你在平常 人民的教育上 就必须要建构好说 诶 犯罪嫌疑人 他跟无罪推定之间的关系 他还没有被顶罪 那我们是否就可以这样 而认定什么 因为民众在读的时候 在收看这些讯息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自我判断 他要有那样子的能力 当然民众 跟必须有自我判断能力 媒体也必须 看那个状况 就是去做某种类型的 这所谓治律 当然这个治律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 你因为去揭露某些东西 你可能会侵犯了某些原则 可是我想每一个媒体报导者 都应该要去想到 这个报导之后 他对于所谓的社会 或是当事人 会不会造成一些 比较负面的影响 那他是不是站在一个 所谓的公益的角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那最后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你们希望 当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侦查不公开 最主要还是在所谓的检警的部分 你们希望 对他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 或是你现在怎么样改变 我们有设了一个专线 就是我们在记者会上 民间司改会现在就是要搜集 如果说 民众他觉得说 你有遭受到侦查 大公开的受害者 我们有设一个 申诉中心的专线 然后是接受人民来申诉 那我们会有组一个律师团 来协助民众 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 最后等于算是 替他们讨回一个公道吧 我想这是一个民众 可以去做的事情 或者是某种程度 这个资律也不只是在媒体 而是检警 甚至包括检警相关的 这个处罚的机制 恐怕得要有一些效用 有些效用 不然之谈了半天 其实大家反正都是在做板工 而且这个问题是不断的发生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雨凡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已经改成两周一次 所以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是两个礼拜之后 公众再会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